彭岛他的风格 还有你自己个人最喜欢哪一部作品 如果说问我的话 他真的是我这十多年来 最喜欢的香港导演之一 因为他之前的作品像是 《公主副手记》 《依莎贝拉》 还有《致命与春娇》 《春娇与志明》 其实他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片 他都可以驾驭得很好 尤其针对这种男女关系 然后这种台面下的那种暗潮汹涌 那种互相的对峙 其实他把男女关系跟情情爱写的 真的非常的针针戒鞋 而且对白非常的犀利 但是又可以打到这种世俗 像我们世俗男女的一个心中 所以看他的电影会觉得 他不断的在跟观众玩游戏 甚至有时候会挑衅观众 戳一下观众都可以到点 然后我真的对他的四个字 就是人见人爱 见就是那个见 对不用怀疑 因为他真的见到骨子里 但是让人家觉得 哇你挖到了很多很真实的一面 像是《公主副手记》 而且他的剧本都会留白 然后到最后的结局 给你一个surprise 所以尤其是这个《公主副手记》里面 我有一句话真的印象很深刻 他就说 世界上没有王子 只有王八蛋 还有自以为是王子的王八蛋 同样的世界上根本没有公主 只有巫婆 还有自以为自己是公主的巫婆 完全把这句话讲透了所有 很多在情爱关系中的男男女女 那依莎贝拉就更厉害了 他参加柏林影展的作品 他竟然可以导出一个这么有文艺气息浓厚的一个片子 还找杜汶泽演男主角 梁洛诗演女主角 一度看向要走向妇女乱伦关系的一部片子 他可以把这种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处理得这么的妥善 让人家不会不舒服 甚至觉得这部电影甚至创造了彭浩翔一个新的高峰 那对照起来 我必须要很老实地说《襄阳仔》 可能是因为我太过期待 或是说我太喜欢这个导演 《襄阳仔》对我来说 九十分钟的电影 把这一加三代的故事 可能处理的还没有太过于完善 甚至很多的过程当中 交代跟处理都好像一切都好像 没有像他之前的这么的流畅 信手拈来 甚至结尾甚至有一点不要而鱼的感觉 但我觉得他另外一面 可能是想要讲的东西 或许像香港可能是比较没有那么的 是处于在有一些不开心的一个状况下 所以他处理的会比较淡 那就看观众用什么样的角度切入 也许会带来不一样的气息 对 是见仁见智的这一次 那就是郭一哲最喜欢 公主复仇记的依莎贝拉 那Gary呢 觉得朋友上的电影 如果从中国来说 是比较充满的荒谬 充满的风妙 荒谬 充满黑色的 黑色的 但是在这个荒谬 然后比较集中有一种 你会体现到这个现实的展望 特别是他对香港人的心的想什么 那个社会现象和人的想法 哪里的 住得很好 住得很好 比如我看到有些电影有一种会心微笑的感觉 如果要我谈谈和尚的电影 我最喜欢哪一部 我会想破世尔 破世尔 破世尔 七段式的一个故事 七段式 其实如果要在破世尔再找一段故事 这是我最喜欢就是大头要位 大头要位那一段是邓丽欣跟中心童阿娇一起演的那一段 还有君楼 对 讲说两个青少女 然后的爱恋故事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很有情怀 因为我就是在哪个年代生活 他啪出来就那种时代的味道 还有他用这个音乐 音乐 Toy King Puppy Love Toy King Puppy Love 这个是很很到位的一首过去 镜头的氛围很 我觉得很打动我 Gary刚刚有讲到说 就是其实近几年的香港电影都有就是政治的这个元素在背后 可不可以帮我们多说一下 我觉得今年的香港电影 特别是评论香港电影 有一个我觉得不太好的习惯 就是很喜欢这样电影和现在香港的政治生态 和中国的关系 联系在一起 有时候我觉得是想得太多 好像香港人在我觉得 夫妻援助 是 他们有些人 专门联系到 香港要对中国政府 演出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拿过 因为我 他这部电影我觉得不是谈这个 但是终点不是谈这个 他有上海的元素在来 这里面是一定的 但是不是终点 终点是 我觉得是人的生活 到人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 这是很多香港电影 进来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电影是有关系 但是不意要将它放大 放得太大 对 就是把政治的元素先降低 其实还是香港人的生活 应该要何去何从 对 好好欣赏的电影 真正的message是最重要 是 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帮我们介绍香港仔 谢谢两位 谢谢凯英 谢谢